李平二登场 一 作者侯文勇 第三章 李平二登场 正合四年 西门庆爬墙密会李平二 李平二是西门庆邻居好友花子须之妻 被潘金莲逮个正着 潘金莲提出三个条件 才肯替两人保密 十一月上旬 花子须得伤寒 年底病死 正合五年 元月初九 潘金莲生日 服孝中的李平二登门待寿 急着与各妻妾联谊示好 元月十五日元宵 吴月娘 李娇儿 孟玉楼 潘金莲 连妹到狮子街李平二新买的房子看灯 为李平二贺寿 五月 陈静记来投奔西门庆家 西门庆因政治事件开始冷落李平二 李平二建一丝签 招坠医生蒋竹山进门 西门庆迁怒妻妾 因淫妇事件与吴月娘开始冷战 李平二赶走蒋竹山 李平二赶走蒋竹山 西门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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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庆帽贸实实走进花子须家 准备先和花子须会合 不过 花子须不在家 花子须的老婆李平二 下月间带着银丝笛记 金香紫英坠子 偶丝对金山 白沙挑线乡边群 群边露一对红渊凤嘴 尖尖瞧瞧小脚 立在二门里台机上 要知道 李平二这样露小脚 对男人所能引发的性联想 到了当代 大概只有穿低胸露乳沟 可以比拟了 这个现在看似端庄的描写 还原到明代的标准 李平二绝对算得上 是雁光四射 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西门庆三不知走进门 两下撞了个满怀 这西门庆留心已久 虽顾庄上见了一面 不曾细完 今日对面见了 见他生得甚是白净 无短身材 瓜子面 细弯弯两道门 不觉魂飞天外 过去 作为花子须太太的邻居 李平二和西门庆家 一直是有所往来的 真要认真寻找的话 我们会发现 李平二的身影 虽然还没正式出现 但是他在书中 却被提起了好几次 小说第一回 西门庆的吃喝玩乐 十兄弟要结拜时 派了戴安去邀请花子须参加 戴安来回话时 就说花子须不在家 但他的夫人李平二同意了 还送了礼物 让戴安带回来 那时李平二还没有出现 但是西门庆想起他 说了一句 自这花儿歌 到好个伶俐标志娘子 就没再说什么了 在第一回看这句话时 不觉得特别 但是现在回头想 那句话里 还真是充满了意淫的气味 此外 小说第十回 解决了武松 西门庆在芙蓉亭宴宴请妻妾时 李平二也派人送了花来给妻妾们助兴 有趣的是 在小说 记述当时 妻妾们玩赏芙蓉亭的情况 才只用了一段文字 但描写李平二送花来 以及众人对他的谈论就费了两大段 可见 在这次的历史镜头中 他也没有缺席 西门庆和李平二撞个正着 书上的叙述 说西门庆留心已久 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和潘金莲失手 岔干打到西门庆的邂逅情节比较起来 这里的情节虽然有些平淡 李平二站在脚门手 也就是侧门口 半路交融 告诉西门庆 要他稍坐 花子虚有事出去 一会儿就回了 李平二让丫头端茶出来待客 接下来说的话 可就有意思了 李平二隔门说道 今日他请大官人往那边吃酒去 好歹看奴之面 劝他早些回家 两个小私友都跟去了 只是这两个丫鬟和奴 家中无人 这段乍听之下 合情合理的话 如果用西门庆的观点来分析 会发现不少弦外之音 首先 西门庆许多淫荡荒唐的行为 作为邻居的李平二 不可能没有耳闻 请西门庆劝花子虚早点回家 实在有点请鬼拿药单的意味 不但如此 李平二在提出请求之后 还要表明家中无人 这多出来的细节就显得非常没有必要 照说 李平二如果真考虑安全问题 大可留下一个小私帮忙看家也就是了 舍此不为 却强调家中无人 还把小私丫鬟的去处 全交代的清清楚楚 这未免有些蹊跷了 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 调查读者心目中最强烈的性暗示是什么 高居调查排行榜的第一第二名 就是告诉对方家中无人 即穿着暴露 李平二自曝家中无人 这话在有心人 比如西门庆听起来 当然充满了暗示 当天晚上喝完酒 西门庆果然一约 把花子虚醉醺醺醺的送回家来 照说人送到家了 也该告辞离开了 没想到西门庆不但不走人 大辣辣的坐下来和李平二聊天 甚至还十足愉悦的 为李平二抱不平 西门庆说道 嫂子在上不该我说 哥也糊涂 嫂子又青年 若大家事如何就丢了 成业不在家 是何道理 大家别忘了 西门庆家事更大 不在家的时间更多 李平二道 正是如此 奴为他这等在外弧行 不听人说 奴也气了一身病痛在这里 往后大官人 但遇他在院中 好歹看奴博面 劝他早早回家 奴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这西门庆是头上打一下脚底板响的人 积年风月中走 什么事不知道 今日妇人道明明开了一条大路 叫他入港 岂不省枪 这一段对话深处的挑逗 其实是隐藏得很隐晦的 不特别留心的话 看起来 听起来 完全发乎情 只乎理 但我们要知道 过去那个男女瘦瘦不亲的时代 男人和女人没有正当理由 是不能见面的 李平儿不但留西门庆吃茶 对别的男人抱怨自己的老公 还要西门庆下次再送花子虚回家 无疑的 就是要制造机会和西门庆见面 至于李平儿说的 奴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到底怎么报恩 想象空间可就不小了 李平儿让丫鬟端出果仁泡茶来 请西门庆喝茶 李平儿一再感谢西门庆 西门庆也拍胸膛对李平儿保证 只要有机会一定劝花子虚早点回家 喝完茶 西门庆告辞 还说 我回去吧 嫂子仔细门户 我们不明白 西门庆和李平儿 到底是怎么辨识彼此的欲望 但他们都是过来人 彼此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书上说 自此西门庆就安心设计 图谋着妇人 从此 西门庆让英伯爵与谢西大这伙人 把花子虚缠在妓院里面喝酒过夜 他自己则跑来和李平儿眉来眼去 李平儿常带着两个丫鬟站在门口 西门庆一来就大声咳嗽 来回徘徊 或者干脆站在对门 贼溜溜的往内看 李平儿一见西门庆就躲到门后 见西门庆走过 又探头出来看 两个人的目光就这样 你来我闪 你走我追 所谓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还不如偷不到 撇开性的吸引力不说 偷情的乐趣恐怕还在于那种贝德 却又必须瞒过社会的挑衅与刺激 对某些不安于现状的人 恐怕再没有比这样的惊险 更令人销魂的强力春耀了 接下来是礼尚往来的馈赠 李平儿要花子虚送礼物给西门庆 感谢他送花子虚回家 输了礼物的西门庆 当然也得回请花子虚 请完课之后 又轮到花子虚坐东 由于花子虚设席在家里 因此李平儿也在 打得火热的西门庆 与李平儿当然不可能轻易放过 这个难得的机会 当日众人饮酒到掌灯之后 西门庆呼下席来外边接手 不妨李平儿正在遮格子边 站立偷去 两个撞了个满怀 西门庆回避不及 妇人走到西角门首 暗暗是秀春黑营里走到西门庆跟前 低声说道 阿娘使我对西门爹说 少吃酒早早回家 惋惜娘如此这般 要和西门爹说话呢 西门庆听了欢喜不尽 小姐回来到席上连酒也不吃 唱的左右弹唱第九 只是装醉不吃 接下来西门庆故意装醉 东倒西歪 叫两个扶归家去了 西门庆走了之后 英伯爵谢西大还赖着不走 李平儿看他们还要继续喝 脏话都骂出来了 他叫小思来转告花子虚 你既要与这伙人吃 趁早与我寄院里吃去 休要在家里锅造 我半夜三更 熬游废火 我哪里耐烦 向来有门禁管制的花子虚 一听到李平儿这样说 还有点不敢相信 告诉他 这咱晚我就和他们院里去 也是回家不成 你休再啰嗦我 李平儿说 你去 我不啰嗦便了 花子虚拿到了今天不回家的许可 才高高兴兴的带着英伯爵 谢西大 以及两个小思 还有两个唱的 也就是乐祭 一起往祭院里去了 没多久 人去楼空 屋子里只剩下李平儿和两个丫鬟 和看门的冯妈妈了 隔着墙 是西门庆家前头的花园 西门庆推醉到家 走到金莲房里 刚脱了衣裳 就往前面花园里去坐 单等李平儿那边请他 两久 只听得那边赶狗关门 少请 只见丫鬟迎春 黑影里扒着墙 推叫猫 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 递了话 这西门庆就多过一条桌凳来踏着 暗暗扒过墙来 这边已安下梯子 李平儿打发子虚去了 已是摘了官 乱碗乌云 素体浓装 立在川廊下 看见西门庆过来 欢喜无尽 忙迎接近房中 西门庆问清楚 花子虚今晚不会回来 又知道两个丫头和看门的冯妈妈 都是李平儿的心腹 不免心中大喜 于是开始饮酒作乐 关门交欢 有趣的是 在云雨之后 李平儿开始仔细地打听起 西门庆家里其他的老婆 并且急着表现亲善 吴月娘是大老婆 礼貌上当然得打个招呼 至于李平儿住处翻墙而过 就是潘金莲楼房所在的花园 情势上他也得和潘金莲打好关系 于是李平儿表示要做鞋子送给吴月娘和潘金莲 还把头上的两根金簪拔下来 戴在西门庆头上 还交代将来千万别让花子虚看见 整本金瓶梅里大概找不出比李平儿更爱送礼物的人了 李平儿这些考虑当然周到合理 只是在初次云雨之后 他不急着向男人要求海事山盟的保证 或者沉浸在轻轻我我的陶醉中 反而忙着计算必须下手打点的人 这种未雨绸缪的思虑以及礼貌周到的教养 未免也太过惊人了 西门庆混到清晨才又爬墙过来 走回潘金莲房间 他对潘金莲的说辞是 花儿哥又使小丝邀我往院里去 吃了半夜酒才脱身走来家 潘金莲虽然半信半疑 但实在也不能说什么 渐渐蹊跷的事越来越多 不但潘金莲在花园做女工时 忽然飞过来一片瓦片 他还发现隔壁丫头从墙内头探头过来张望 这是花子虚不在家的暗号 另外西门庆过来潘金莲这里的次数也变频繁了 而且老是偷偷摸摸往花园走 潘金莲耐不住一肚子的好奇心 神不知鬼不觉的跟着西门庆到花园里去 这才发现 仙头那丫头在墙上打了个照面 这西门庆就洗着梯凳过墙去了 这个天大的秘密使得潘金莲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夜 直到天亮了 西门庆回来 情境题 这里有个有趣的情境题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潘金莲 在后有李贵姐 前有李平儿的袈裟下 西门庆回来之后 你会怎么做 才能确保自己最大的利益 A 保守秘密 安静地接受李平儿的存在 B 大声嚷嚷和西门庆翻脸 C 或者干脆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 大家继续相安无事 D 以上皆非 在继续阅读下去之前 我建议大家可以想一想 你可以先想好你的做法 边读下去边比较 你和潘金莲的做法有什么差别 IQ与EQ 孰优孰劣 我们来看看潘金莲的做法 潘金莲见西门庆来 跳起来坐着 一手搓着他耳朵 骂道 好复兴的贼 你昨日端的哪里去了 把老娘气了一夜 你原来干的那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已是小得不耐烦了 怪不得 昨日大白天里 我和孟三姐在花园里做女工 只见他家那大丫头 在墙那边探头探脑的 原来是那淫妇使的勾屎鬼 来勾你来了 你还哄我老娘 前日 他家那王吧 花子虚 半夜叫了你往院里去 原来他家就是院里 西门庆吓得连忙装矮子 只跌脚跪在地上 笑嘻嘻地讨好潘金莲 还说李平儿要坐鞋子送他 情愿任潘金莲和吴岳娘当姐姐 金莲道 我是不要那淫妇 任慎姐姐哥哥的 他要了人家汉子 又来献小殷勤 我老娘眼里是放不下沙子的人 肯叫你在我跟前弄了滚去 说着 一只手把西门庆裤子扯开 只见那画软叮当 银托子还戴在上面 问道 你识说 与淫妇弄了几遭 西门庆道 数得出来的只一遭 妇人道 你赌个事 一遭就弄得他嫩软如鼻涕浓如酱 却如风瘫了一般的 说着 把拖子一揪挂下来 骂道 没修的强盗 怪不得叫我哪里没寻 原来把这行货子敲的带出 和那淫妇日倒去了 这段文字形容潘金莲 灵力泼辣的气势 栩栩如生 绞人不禁拍案叫绝 新门庆说不过潘金莲 最后只好把李平儿送的头簪拔下来 借花献佛 说是李平儿要送给他的 潘金莲看着两根头簪 是两根藩石青田地 金玲珑瘦自赶 乃玉前所致 宫里出来的 甚是奇巧 这才转称为喜 潘金莲提出三个条件 要西门庆答应了 才愿意替他保密 这三个条件分别是 一 不许再去院里找李贵姐 二 要听潘金莲的话 三 和李平儿床子之间的事 一概不准隐瞒 从潘金莲的角度来看这三个条件 我们会发现他的出手实在是又准又狠的 首先潘金莲很清楚自己目前主要的威胁来自李贵姐 以及救人党 这时如果再和李平儿为敌的话 他立刻就陷入父辈受敌的窘境了 潘金莲很明白 生气归生气 西门庆愿意装矮子讨好他 已经是极限了 他如果真和西门庆翻脸了 到处嚷嚷这件事 可以想见西门庆和李平儿未必有事 但他一定立刻成为全民公敌 绝无活路 换句话 以潘金莲目前的处境 他根本没有不守密的可能 更何况李平儿这个新欢 如果能够让李贵姐失宠的话 对潘金莲实在也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只要李贵姐失去了威力 救人党也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 不准再去院里找李贵姐 西门庆只要同意这件事 救人党等于全搅了谢 光是这一条 潘金莲就不吃亏了 当然赶走李贵姐 来了李平儿 李平儿会不会是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呢 这样的顾虑潘金莲当然也有 但潘金莲看到李平儿的头簪之后 他立刻转称为喜了 很多人以为潘金莲会转称为喜 是因为贪图皇宫珍贵的头簪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 却是李平儿这个礼物化解了潘金莲的疑虑 表示李平儿是愿意跟潘金莲和平共处的 因此潘金莲的第二个条件 要西门庆听她的话 说的明白一点 就是西门庆和李平儿的交往 潘金莲要下指导旗 这样一来 潘金莲不但可以确保李平儿不会变成她的敌人 更进一步的他们也许还可以当朋友 事实上潘金莲本来打算效忠吴岳娘 帮她全力对抗旧人党的 可是在经过接二连三和孙雪娥李贵姐的冲突之后 潘金莲对吴岳娘故作中立 不挺自己派系人马的不沾锅态度 开始有所警觉了 特别是李贵姐来西门庆家 吴岳娘竟然摆出一副亲戚往来的热络模样 还送李贵姐礼物 这些都显示 吴岳娘是不管自己派系人马死活的 这个女人在乎的 只是自己大老婆的地位是否稳固罢了 一切都让人心寒透了 潘金莲想在这个诡决的局势里生存下去 她不能不欲做打算 想办法和西门庆的心宠结盟 至于第三个条件 不准隐瞒和李贵儿床子之间的事 更是像潘金莲这样的过来人 才会提出来的条件 潘金莲太明白了 对付靠下半身思考的西门庆 掌握了她的性的动态 也就掌握了妻妾之间宠爱与权力平衡的核心 总之 这些全都是为了站在制高点掌控 并且在妻妾争宠战争中 赢得胜利所提出来的条件 我们看到 在达成协议之后 潘金莲与李贵儿之间联盟的雏形渐渐成形 西门庆家妻妾间的权力版图 也在悄悄改变 自此为始 西门庆过去睡了来 就告妇人说 李贫儿怎的生的白净 身软如棉花 好风月又善隐 安两个杖子里放着果盒 看牌饮酒 常玩耍半夜不睡 又向秀中取出一个对象来 帝宇金莲瞧 道 此是他老公公 也就是太监内府画出来的春宫图 俺两个点着灯 看着上面形式 包容和手密 也为潘金莲带来超乎想象的额外好处 除了偷窥以及监控的乐趣外 潘金莲更发现 原来他和李贫儿可以说是兴趣相近的同类 有了这样的共同嗜好 两人携手联盟的可能性又更增高了 把潘金莲只当成一个风骚的淫妇 实在是误会 在这里 潘金莲展现的政治嗅觉与智慧 是这个角色越来越叫我们感兴趣的地方 我们发现潘金莲最大的满足 与其说来自床室 还不如说是借由李贫儿 得到了翻身的能量 以及重新掌权的快感 因为对他来说 权力恐怕才是让他无法戒除的罪爱 值得一提的是 金平梅里的地理空间安排 似乎也呼应着故事里的外在礼教世界 与内在欲望世界的高度反差 我们如果把两座相邻宅院 当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从大门看过去的安静与井然有序 是西门庆与花子虚之间表面的朋友情谊 从内部的围墙看到狼狈的偷情 则是人的内在真实赤裸的情欲关系 用这个地理空间来看潘金莲与李贫儿的关系 也几乎是平行的 住在前面花园里的潘金莲和住在后面的其他妻妾 是有点隔绝的 这个空间安排使潘金莲更接近李贫儿 也因此他成了最先发现秘密 甚至也是第一个和李贫儿结盟的人 两个女人所在的地方既是家里 却又在房屋之外 这样既是内室又像外室的空间位置 和他们所处的道德位置 人际位置也都有一种巧妙的呼应 金平梅这样的布局 还真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 在潘金莲刻意掩护下 李贫儿和西门庆的秘密 本来或许有机会 无声无息地继续维持下去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意外事件 却破坏了这个瓶颈 牵扯出更多不可告人的秘密